台股戰略家 歡迎收看台股戰略家 我是陳鋒 昨天在節目裡面 陳鋒一再提醒大家 銀行股呢 早就不能買了 富邦金 國泰金 大家都寫到當地塞外 那為什麼 為什麼說 文韓國他不能買 銀行股不能買 這一張 巴菲特 他在第三季的一個持倉 大砍銀行股 11月20號陳鋒在節目上 一直呼籲大家 銀行股走勢非常齊虛 那到底為什麼 銀行股 不可以買 不能買 這張圖 看起來複雜 我簡單的說明一下 銀行怎麼賺錢 銀行就是說 存戶的存款 付給他一%的利息 各位我們看一下圖卡正下方 我給一%的利息 這是假設 給一%的利息 給存戶 好運利息 那我 放貸款 長年期的 以台灣來說 就是20年期的一個 房貸 那當然現在部分有 30年期的 那我放 3%的利息給他 當然這些都是假設 那這一來一往 我收3%的利息 房貸利息進來 我付給存款戶 1%的利息 請問一下 銀行賺幾% 2% 好 2% 那如果一天 一年 這家銀行做了6000億的 房貸 請問一下他一年 收多少的一個利潤進來 這邊付的了 只要有這種情況出現 哦 你 只要有長期 利率跟短期利率呢 呈現倒勾 那 銀行的一個放貸呢 貸款呢 的一個活動呢 就會萎縮 所以你看到 橘色的這一條線 各位看到橘色這一條線 只要藍色線在零走 這條紅色線之下呢 銀行對於大型的放款 緊縮的一個比率呢 就會上升 那各位啊 你想一件事哦 銀行如果不能夠放款 那他是不是失去了一個 最大的探金的影響 他這個費的就花了嘛 就失了嘛 所以對銀行來說 長短利差縮小 甚至變成零走以下 對銀行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哦 所以銀行的利潤 絕對是會降低的 這樣說你不知道有了解嗎 這樣說你 你不知道有沒有明白 所以11月20號 為什麼叫你 台股裡面銀行股不能買 縱使有價差 他一定會在這邊繞啊繞 盤整 讓你賺不到任何一毛錢哦 所以銀行既然不能夠放款 或者放款的活動呢 緊縮了 那我們看一下台灣的 兩大金融的龍頭 富邦金跟國泰金 富邦金第二季的營收呢 各位看到 第二季的營收 他直接掉了嘛 直接落下來了嘛 國泰金呢 2882的國泰金 各位有沒有看到 營收跟富邦金 一模一樣 也是直接往下 衰退 那這樣的一個銀行股 營收衰退 你敢買嗎 你敢買嗎 所以 所以這個新聞發生時間點 非常非常的一個巧合哦 怎麼說 2021年以往哦 金管會 對於所有的銀行呢 都會進行所謂的壓力測試 不同的情境之下 看你這個銀行 扣不去嗎 現在呢 連保險業都要加入 各位 這個時機點 很令人玩味哦 保險公司到底是有怎麼樣嗎 為什麼要加入 這樣的一個壓力測試 這個空間 留給投資人 你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稍微有那麼一點點的狀況 需要金管會出來 對於保險公司來做壓力測試 各位投資朋友 可以留意後續的一些新聞 所以你看保險業也納入了 壓力的一個測試 還有 炒房哦 台灣真的很喜歡炒房 應該全球啦 比起香港哦 我們真的是過而不及啦 所以你看炒房 他現在要打炒房了 哦 那些喜歡囤房的 喜歡 買低賣高的 哦 房子也能夠買低賣高 我真的很佩服 買賣房子 能夠賺價差 哦 我真的很佩合 所以你看哦 他打房 是不是銀行的放款 就要萎縮了 到底是斷了銀行的深入 還是銀行在放貸的時候 太過於浮爛 哦 浮爛 我用這個爛這個字 是不是放給了 不該放的 借款人 這明明信用貸款很差的 我也是把錢放給你 因爲什麼 我要做業務嘛 我要衝我的營收 衝我的利潤嘛 所以我不該放款的 是不是在這個時候 資金氾濫之下 他把錢放出去 所以銀行股真的不要摸啊 投資朋友 銀行股不能摸啊 所以當你解釋 當陳鋒 這樣跟你解釋 你敢不敢去買 國台 敢不敢去買富邦 你不會啊 你不會了 哦 所以昨天在殺什麼 昨天在殺金融股 所以如果 你把陳鋒在11月20號 的一個建議 你聽進去了 你不會去買銀行股啦 哦 你買了你就 你就走到疲憊了啦 所以昨天 大跌 哦晚上夜盤呢 直接馬上 就被修理 120點 今天 早上呢 期貨盤呢 200多點 合計呢 300多點 你是不是又被修理了 你是不是又被修理了 所以這張圖 有沒有很有效 12月7號 我就這張圖 就一直盯著 都一直告訴你 台股就是多頭架構 14010守住 繼續往上做攻擊 繼續往上做攻擊 當然這個過程中間呢 可能會歷經一些盤整 最後再一次 突破 再一次突破 所以這個細節 我想在12月14號盤獲節目 我已經說明了 的確 再殺一次 破了118 跟正14182 直接往14081做前進 最低來到14082 14052 這附近哦 所以我想目前現階段 大盤最好的走法 就是什麼 橫盤整理啦 橫盤整理最好啦 目前納斯達克 都還沒有再一次 再創新高 所以他目前呢 絕對是橫盤整理 所以明天又開始 又要再稍微震一下 又要稍微震一下了 所以你的信心 到底強不強烈 昨天非常恐慌 很害怕 嚇得皮皮疲 今天是不是驚喜 哇 啊怎麼還起兩百幾點 啊不是要崩盤了嗎 各位 還沒有要崩盤啦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想那麼多啦 今年的台灣的GDP 2.7 我想是近十年來 最好的一次 預估台經院 預估的GDP 2.7 所以台幣升值 絕對是可以 配得上 這樣的一個GDP的一個 亮眼的一個數字 所以這兩個的數字 倒起來 加上目前台幣 還有台股 都非常強悍的狀況之下呢 絕對可以解釋得過啦 不要在這裡想著要說要崩盤啦 你這樣絕對你想太多啦 你想太多了 所以你昨天如果去追空的 不管是個股 還是 期貨 期貨你絕對今天會嚇到 嚇到吃熟熟啦 會嚇到啦 所以不要過分看空 不要過分看空 因為這市場就是在玩什麼 玩你一個心態 你有信心嗎 你持股買了 你是追了之後呢 隔天開高就砍掉 還是不動如山 抓準對的股票 一路爆出獲利 一路爆出獲利 如果你不能一路爆出獲利 你就會在追高殺地的過程之中呢 慢慢流失了你的獲利 所以我一再強調 盤面上有很多模式 你都要非常注意 有投信買盤的 你不要太高興喔 有投信買盤的 你不要太高興 我在這裡還是一再強調 今天早上我錄了財經急診室 一直告訴大家 投信 如果這日買 你不要太高興 一般你揉冠 你就要有機會 你就要筋酸喔 你就要筋酸 所以昨天的稱盤角色 今天有沒有出來表演一下 還是休息 因為今天台積電 一副當官 所以聯發科還暫時用不到 700元不破 我們就續爆 700元不破 我們續爆 聯電 不用說了 今天的一個 上漲呢 顯然上面還是有壓力 所以本週我已經強調了 本週本週 44塊半 你不要破 你不要破 往51.7 就有機會 不要想太多 你這樣想會想太多 44塊半 不要破 51塊7 就有機會 再度挑戰成功 過前高 記憶體 還是一樣 休息一陣子 都還是有機會 往前破高點 去做一個攻擊喔 都還是有機會的 因為畢竟 逃逸缺口 補起來 最後的捷徑缺口 最後的那個噴發 還沒有出來 所以不要過分 看空了記憶體 不要過分看空記憶體 當然如果你是追債 你畢竟24塊 又畢竟25塊 26塊的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 你就要稍微 被打掉了 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還是會過去的 所以 耐心重不重要 被套住 報到解套 也是需要耐心 買在低點 賣在相對高的一個大波段 你也是需要耐心 兩邊都需要耐心 你想股市操作的重點是什麼 我剛剛已經說了 所以有貧有距 現在目前是多頭架構 漲高的股票空手了 你就不要追了 漲多的股票空手 你就不要追了 那還有什麼產業 還有什麼產業 能夠介入的 我想紅塑 我們一再強調 封測好 設備 就會好 所以噴上去 我們調節 拉回來 我還是請客戶在昨天 我們請會員 在昨天 大力買進紅塑 大力買進紅塑 所以今天紅塑 再回到我們開盤的時候買 所以我大跌5% 我盤後我告訴會員朋友 告訴我的VIP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昨天的沙盤 正是最佳的一個洗盤 即便我們買在 開盤的地方 還是請會員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這樣的清洗是最好的 這樣洗來不才會好 是信心啊 所以投資朋友 我一再強調 在股市在插股票 在股市在做股票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信心兩個字 你看不看得懂 你看有嗎 還是 跌個5% 就嚇的把籌碼 籌碼砍出去了 所以這種的中線的一個 布局的一個個股 拉回找什麼 真的是找買點 找買點啊 所以你能不能夠賺大波段 紅碩要過468塊 絕對不是問題 四百幾塊的股票 陳鋒也敢買 要不要跟著陳鋒 一起來做高價股 今天很多檔高價股 噴出去 稍微有點可惜 陳鋒沒有跟到 翔碩 信華噴 矽利噴 我沒做到 但是有一檔 我會精精準準的 幫各位投資朋友 做到一個波段 紅碩 其中一檔 紅碩其中一檔 所以跟著陳鋒 高價股裡面還樂 高價股裡面還樂 所以這樣的一個全值賣壓出來之後呢 擴散到主力股 我非常看重 向重 跌停的 跌停的股票 我會非常看重 當然這中間的理由 後面 我們有進的幾檔 進了其中的一檔 跌停的 我再告訴你 為什麼 這個梗 我先 降息 放在接下來的節目 我才會說 所以你還沒有加入我TG的 趕快加入 好 趕快加入 加入 為的是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這問題 為什麼一再強調 你就是要加入我的TG MONEY268 因為很多盤中重要的 鞏固你信心的 加強你信心的 我都會在TG裡面講 要給你信心嘛 你今天買股票 你買一買啊 不管是對的還是錯的 不管是不是跟著陳鋒 來操作股市的 看到股票大跌 看到大盤大跌 你要的是什麼 你要的是有人給你正確的一個觀念 正確的一個看法 來告訴你 你在這裡 你不用怕 你趕快走的時候 你趕快 摘股票的時候 趕快賣股票的時候 陳鋒 都會在TG告訴你 都一定會跟你講耶 那現在到了嗎 還沒 現在還沒 所以 產業 我一直在強調 台股戰略家 開台以來 都告訴你們在起漲點 最重要的是 抓準產業的輪動 12月7號 財經急診室告訴你 工具機要來了 其中 上癮告訴你 關鍵券商 回補持股 這個 這麼強烈的一個訊號 我都告訴你 上癮就是會噴 上癮就是會衝出去 今天上癮呢 創下短線新高 372漲停鎖住 投信絕對有進來 這投信 投信很喜歡這種上癮的股票 投信其實早就已經慢慢在佈局了啦 所以你要會看嘛 投信的重倉股 重倉在哪邊 這是有Megad的 這是有Megad的 如果你先看不懂 你都看不懂的話 沒有關係 投信重倉股的 你就是先閃開就對了 你先閃開就對了 價格越低的 你越要閃開 價格越高的 比較少投資人擁有 反而是可以買進的 我把這樣的訣竅 在今天 台股戰略家裡面 再一次的公開給你知道 價格越高的投信股 你反而可以參考 反而可以考慮 價格在 四幾塊的 三幾塊的 甚至二幾塊的 投信買進的 你更要更要小心 你一定要特別特別小心 所以12月7號 有沒有幫大家 掌握到 上癮 有 從320塊 直接一撥 到372漲停 我想陳鋒 有幫大家 掌握到 掌握到 產業的輪動 你哪有錢 哪有錢 你才有錢賺嘛 這個禮拜 已經過了三天了 有誰還沒動 來 照過來 照過來 金電 金電 這個市場 391億 將近400億人民幣 的一個 mini-LED的市場 還沒漲 還沒有漲 要來了 要來了 我在這裡 再講一次 為什麼這麼急 就是要來了 才要來了 才在節目裡面 才在禮拜一 就優先告訴大家了 大家一定不信 這個走勢 這麼爛 這麼鳥 怎麼會漲 抱歉 他就是會 包括龍打 包括龍打 金電和龍打的 合併行情 我個人認為 會在24號 會再來一波 會再來一波 所以如果你喜歡 mini-LED的 你也看好 1月6號 副彩掛牌 重新上市 你可以 你可以做一下 長客節了 mini-LED 最罰人問金的時候 就是大顯身手的時候了 當然 陳鋒團隊 向重的 不是龍打 不是金電 是科學家 你看 攻擊 攻擊 再攻擊 各位 這個量 看似很小啦 實際上有沒有 大咖進來了啦 七年磨一劍 大家都說 十年磨一劍 二十年磨一劍 這個磨 會不會直接這個劍就斷了 磨到太細 直接斷了 你要找到的是 真正的一把 乙天劍 還是那一把 殺豬肉的 豬肉刀 那一把菜刀 磨到最後都斷了 所以到底是誰 鎖定TG 鎖定TG 近期 這一檔 科學家 絕對會有驚人的表現 絕對會有驚人的表現啊 這些都是攻擊的訊號 等很久了 看很久了 等很久看很久了 終於修正 快要進入最後的一個尾聲了 科學家最強投機股 轉入車用的LED 七年大底成型 神秘買盤進場 這個我最拿手 神風最拿手是什麼 掌握筹碼 你逃不掉的 你用錢買的 我一定都會非常非常記得 新聞 報章媒體 一看過的我就看過了 當風吹的 當風吹的 但是你用錢 真金白銀 你用錢買出來 我絕對相信 我絕對相信 有沒有機會 歐系客戶下單呢 下單給科學家呢 我們拭目以待 看籌碼的狀況 非常非常有可能 看籌碼的狀況 非常非常有可能 接有接到大單哦 那這樣的一個大單 是不是在籌碼能夠呈現 噴出去我第一時間 告訴 電視器前面的觀眾朋友 到底科學家是誰 到底科學家是誰 所以你在操作 你有沒有掌握到主流 更重要的是 大盤的節奏 你有沒有掌握 所以昨天去追空的 今天就受傷 今天去追股票的 明天又會受傷 我敢跟各位保證 今天追股票的 明天絕對會受傷 除非你是短線高手 都常常在做股票 低階高出 你有經驗 不在 那就另當別論了 但如果你不是 你今天才去追的 追5% 追6% 追7% 追8% 追漲停 你明天絕對被玩 好 絕對被被玩 所以操作玩的是什麼 心態 大跌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 不動如山 那有什麼 拌來就拌下來啊 怎麼那股票都不會漏的 只有那企業都不會漏的 沒有這種股票啦 如果有 像美德一怎麼起立就怎麼漏的 美德一喚醒大家記憶 美德一 9103 9105 沒記憶了 怎麼上去就怎麼下來 那種 很老機的 老機才不可以 老機啦 所以你要 買的是什麼樣產業的 12月7號的工具機 到這週的迷你LED 陳鋒 在台股站那家 第一時間 都幫各位抓到 都幫各位抓到 所以 龍打 今天 你要想看看喔 你要不要好好的看一下 好不好好好的看一下 還是我們的 被動元件 要不要好好的看一下 還在盤 我知道 還在盤 還在 蓄式待發 等待噴出 我們絕對會等到他 我們絕對會等到他 所以這一檔 還是一樣 作戰股 目前還沒有到 昨天 跌了3%多 今天小小的收紅 非常看好他 我們還是等他一下 等他一下 底部大翻轉 這種股票 在現階段台股 等到市 等到市啦 所以 母公司都噴出去了 子公司 相信絕對會來 相信絕對會來 所以如果你對做股票 你完全都沒有信心 完全都沒有想法 你第一時間 每個禮拜一 財經急診室 你可以看陳鋒 表演 我跟你說 本座主流到底是什麼 本座主流到底是什麼 那如果你對盤中的一個訊息 或者是大盤的一個狀況 你非常不了解 買你268 加入陳鋒的TG 陳鋒在盤中 給你信心 你將死 買股票 你不用怕 部位控制好 買到對的股票 陳鋒帶你 陳鋒破浪 操作一帆風順 不是在那邊瞎子摸相 擠菜 擠菜 買到你買到你就夢到大白沙 不要亂買 不要亂買 對的股票沒有多少 對的股票 值得有緣人 會看的人 能夠在1700檔中 跳出來 在1700檔 跳出來 所以陳鋒已經 公開的告訴所有的 觀光機前面的一個朋友 DNC前面的觀光朋友 都已經告訴你們了 我們持有什麼 星雲 紅碩 還有科學家 還有 工具機 都已經告訴你了 接下來 就一一的我們等著他 做一個非常強勁的一個 演出 強勁的一個演出 所以如果你到現階段 你還在看著台股萬事 手上一張股票都沒有 或者是 滿手套牢的股票 加入陳鋒的 TG Money 268 歡迎幫各位投資朋友 的手上的股票 來做一個 健檢 歡迎 非常歡迎 希望 陳鋒的 專業知識 陳鋒 挑選 股票的一個能力 陳鋒 看中 產業 輪動的一個節奏 都能夠幫助你 在 股市中 一帆風順 好 一帆風順 今天節目就在這裡 明天下午 同一時間 台股 戰略家 我們再會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在